人神冷门好用的四星角色 第一 瑶瑶 琉璃小可爱瑶瑶 人设乖巧温柔可爱 懂得照顾身边的人 非常讨人喜欢 就连叛蒙都觉得 瑶瑶太有礼貌了 而且还会做美食 别看她是个小萝莉 但实力不可小觑 甚至可以用来打草醒酒的主性 替代草神纳西达的位置 又能买又能打真好用 第二 瑶瑶 现在角色多了 瑶瑶当前期开放主戏的机会降低 但瑶瑶在四星主戏角色里 是公认的好用 特别适合没有主戏的角色 尤其是去凌虐打纯水精灵的时候 简直没有比她还好用的角色了 第三 气凉凉 猫你是第一位草西盾斧角色 盾得厚度全炮自身的生命值 天赋技能伤害也只和生命值挂钩 因此猫女的培养程度也不大 圣遗物对生命值即可 而其功能性 甚至可以成为中立的完美下替 再加上草戏角色强大的揍伤害能力 气凉凉必练不亏 第四 宁光 纳维亚的上限 让宁光重获新生 毕竟严西配队最起码需要双岩队伍 而宁光作为早期四星主C之一 还是能打出不错的输出 成为素切流纳维亚的必备角色 第五 蓝伊拉 同样是盾心合作 同样是靠生命值提升盾的厚度 甚至她的盾比起凉凉还厚 但由于冰心目前定位不如草戏 只能放在第五了 但就盾的厚度 蓝伊拉更可以称之为终离平替